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晶搖搖的 抽6萬大獎 猛烈重擊 直接把騎士撞飛 油門還是沒停下來 轎車失控再衝其樓 店家玻璃門 被強大重擊力道 隱身撞破 當時民眾全都嚇壞了 整個都被撞下來 混大聲 嚇一跳 當然嚇一跳 我們在裡面都嚇一跳 這起事件發生在 7號早上9點 台中榮華街跟漸行路口 肇事的11名小黃司機 他表示自己因為謊神 才會撞向三台機車 最後衝向早餐店 看看當時路口亮起紅燈 仔細看駕駛 距離停止線還好遠就先停車 明明還沒綠燈 但他居然起步了 問獎先撞了兩台機車 把人撞飛 在失控衝撞騎樓騎士 可以看到騎士 當時根本不知道往哪逃 所幸最後及時逃開 只有機車被撞 最後問獎再衝撞早餐店 整片玻璃門被撞碎裂 還好裡面沒有人在出早餐 那個時候9點多 剛好那個地方沒有人 不然就受傷了 當場只有一名騎士受傷 但早餐店現場一片狼藉 還好當時已經是上課時間 否則學生在裡面用餐 後果不堪設想 借陳廣睿成為軍台中報導